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其他的向量微分 这个是grading F 还有几个东西 我们要学的就是diverging A 一个向量的散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向量的旋度 还有一个就是laplacian F 我介绍这三个东西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diverging A diverging of vector A 在介绍这个之前 我们有一些东西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你必须要了解 你们在普务 有没有学过面积向量 面积向量是什么 面积向量很重要很重要 尤其在电磁学里面 重要的不得了 好 我们介绍 面积向量 area vector 本来 本来假如 我在这里有一个用三甲板 聚成的这个面积 我们先看这个平面 那不是一个平的面吗 有面积对不对 比如说二十个平方公尺 或者是三十个平方公分等等 那怎么会有向量呢 面积本来只有大小啊 怎么有向量呢 好 因为我们将来对于这个平面 它有两个表面 好像我的手 手掌 手掌有手心跟手背 那么你要分清楚 到底手心还是手背呀 要指定说 哪一个面 是这个面还是那个面 我们就把它的面积的大小 变成向量 比如说我在这个上面 画两条线交叉 那么这个方向啊 就是向量A area A就是这个面积的大小 加一个方向 上去就变成向量 面积的方向 这是我叫它这个正 就是正 那么当然反方向呢 就是负啊 所以我用正负号来表示 这个方向是正 这个方向就是负 这是一般的平面 如果你这么定义的话 你将来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如果我有一个项量B 它跟这个面平行 所以你看 将来看字要看清楚 它是跟这个平面平行 跟平面平行 那么B向量跟面积向量就是做什么 加什么角 90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啊 向量B 就垂直于向量A 垂直于面积向量A 如果我另外有一个向量C 它也是跟这个面 它跟这个面垂直 跟这个面垂直 那么它就跟这个向量A要平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C就是跟A向量平行 所以以后你们看这个题目 或者是看一个文字表达的时候 要看清楚 你这个向量B 向量C 它是说B向量跟表面平行 那它就是跟面积向量垂直 跟表面垂直的向量C 就是跟向量 面积向量平行 要分清楚 你不分清楚的话呢 你就差了90度 好 那这是平面 如果我们有以下的两种状况 如果说我有一根电线 它呢 有电流通过 这有个电线电流通过 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线圈的话 那你们在谱物都知道 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啊 磁场 对不对 会有磁场 磁场有方向 这方向到底朝哪一个方向啊 好 如果是一个电线所围成的一个面积 而上面的电流是这个方向的话呢 那我们就定义 这个面 它有个面积嘛 面积的向量 A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为正 就是说 你把右手的小指头弯曲 这个是电流的方向的话呢 那这个平面的这个方向 就是正 那反过来那个方向呢 就是负 OK 这规定很简单 但是规定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全部的概念 都是由这个简单的概念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的累积上去 你要每天都把这个弄懂 每次 这一小部分弄懂 你将来整个的概念 就会清楚 你不可能到最后 我一起来记 不可能的 好 这个是 有电流 另外还有一种啊 就是说 我在空间里头 画一个 路径 将来呢 比如说 这个路径上 随便有一个什么 电场好了 电场 远到这个方向 做限积分 我们要求这个限积分 就是说 将来是这样子的一个限积分 好 那么这个路径 不是也围成一个面吗 对不对 这个面 也有面积向 也有面积啊 它的面积向量的方向呢 还是一样 右手 右手就是DL的方向 你积分的方向 积分路径的方向 朝积分路径的方向 弯曲 那么大拇指的方向呢 就是A的方向 这三种平面 面积向量都听懂没有 都听懂了 很容易嘛 对不对 不会很难嘛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如果是曲面的话 怎么办 Curved Surface 如果我们有一个曲面 是这样子的 弯曲面 有没有面积啊 有啊 它面积向量要怎么画呀 怎么画 你说我画在这里 跟这个地方垂直 但是它就不跟这里垂直 对不对 不管你画在哪里 跟那个地方垂直的向量 跟别的地方都不垂直 那为什么要选那个垂直的地方 好 那当然这个 也就是说 一个弯曲的面 它有面积 但是你如果要说 它的总面积向量是什么 这个没有意思 当然我们也用不到这个 总面积向量 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是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这个面 分割成为无限多个 小小的面积的基数 Element Area Element 无限多个 我这个是没有画成无限多个 所以还有这么大 那么如果是分成无限多个的话 那每一格有多大 有多大 你说有多大 能不能看出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 每一格的面积基数 这项面积基数 我们就称它叫做DA 在普务应该有介绍过 一个小小的量 一个小小的量 这表示一个很小的量 如果这个量approaches zero limit delta A approaches zero 我们就可以写成DA 可以写成DA 如果一个长度 如果一个长度 有一个一段长度 本来是Delta L 那如果我把Delta L approaches zero 它就变成DL 如果我有一个体积 本来是Delta V 或者Delta Tau 那我把这个Delta V 令它approaches zero Delta V就变成DV 这叫面积基数 这叫长度基数 这个叫体积基数 基数DA跟Delta A有什么分别 DL跟Delta L有什么分别 DV跟Delta V有什么分别 这个要弄清楚 这个你弄不清楚的话 将来学不下去 学不下去 比如说 我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 它的路径长是Delta L Delta L 好那现在我把这个 我说这个Delta L approaches zero 就是说Delta L 无限的趋于零 但是它不是零 它是无限的趋于零 但是它就是不是零 它就不是零 OK 那么在我们中国话里面 就是说这个Delta L 小得不得了 什么叫小得不得了 也很空洞 对不对 比如说 这是Delta L 小得不得了 那我把它分成一万份好了 这是一万分之一 一万分之一 你这个显微镜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好 那这个长度算不算DL 算不算DL 算不算 不算 在这个定义之下不算 好 那我把它分成一亿分之一 一亿分 那这个是一亿分之一 一亿分之一 那你这个电子显微镜都看不出来 那这个总该算了吧 总该算了吧 但是在这个定义来说 还是不算 还是不算 那什么叫小得不得了 什么叫小得不得了 小得不得了就是说 不管你说它有多小 不管你说它有多小 反正它就是比你说的更小 DL DA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把面积分成 无穷小 无穷小 里头的一个基数叫做DA 有多小呢 不管你说它有多小 反正它比你说的要更小 DV也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定义之下 一个长度基数也好 一个面积基数也好 一个体积基数也好 它就跟一个点差不多了 对不对 跟一个point差不多了 点是什么定义啊 数学上的点是什么定义啊 什么叫点 以后对定义要下一番功夫 要说得出来啊 不能说就是那个就叫点嘛 点就是说 只有位置 而不占空间的 那个叫点 你只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那一点呢 那个位置上面 没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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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这个面 分成好多好多个DA 那么这一个是 这个是 DA1 这个是 DA2 这个是 DA3 那你说 那你说 你怎么可以画成这样子 它跟这里垂直 它就不跟这里垂直 它就不跟这里垂直 你怎么画在这里呢 如果你 你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表示你对DA还不认识啊 这个地方叫DA1啊 有多大啊 有多大 我刚刚说过多大 跟一个点一样 对不对 你还能不能分清楚说 在这里跟在这里跟在这个角落 还分不分得出来啊 分不出来了 你分得出来的话 那个地方 你那个块还不叫DA哦 还不叫DA哦 所以 那个地方 我只知道 它的方向是什么 面积呢 就是跟一个点差不多了 一个曲面的话 我们是把它分割成 无限多个小面积 无限多个小面积基数 OK 好 这个是 这个面积基数 如果你另 这个方向是正的 那么反方向就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反方向 反方向就是负的 好 这是曲面 那曲面 那曲面里头有一种啊 曲面 很特别的 它是一个封闭面 封闭面啊 好像一块石头 它的表面 或者一块 一个面包的表面 它就是一个封闭面 封闭面的面积向量啊 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曲面啊 你一定要把它分成 无限多个小面积基数 你只知道面积基数的方向啊 比如说这是一个 好 其中的一个DA 像这个DA是 我另这个方向是正 反方向就是负 对不对 好 封闭面的表面啊 它有外表面跟内表面 比如说你一个篮球 它的表面有外表面 里头还有一个内表面 对不对 好 习惯用法就是 把外表面的DA 当做正的 内表面的DA呢 当做是负的 好 面积向量就介绍到这里 好 接下来你知道面积向量以后啊 我们要介绍一个量 叫做通量 Flux Flux 什么叫通量呢 假定我们这个空间呢 有某一种向量的分布 好像说 这个空间有电场的分布 有磁场的分布等等 好 好 那我现在在这个空间 任何一个位置 我取一个面积的基数 我只知道它的方向 我只顾意画大一点 那么其实它是很小的一个 因为基数 基数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是这个基数 叫做Element 叫做Element Element 好 在这个位置呢 我刚才说这个空间有电场的分布啊 好 如果这个电场是朝这一边的话呢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那这个当中的夹角是θ 那我就定义 定义就是我规定它 我规定 这么规定 规定 D-Flux 电场的flux 它是等于电场.da 就是这么规定 以后你们对定义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定义就是这么规定 这个规定 有没有道理 那不管 你要玩这个游戏 对不对 你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好像你在打篮球的时候啊 有篮球规则 你接着球 你运球的时候 停下来接着球 你就不可以再拍哦 也不可以走哦 你球只有传给别人 如果你拍了 球拿起来 又拍又走 就犯规 两次运球 这个球要给别人 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哪一天你去 去场上比赛 采访吹个哨子 两次运球 球给对方 你不肯给啊 为什么要给他 两次运球啊 为什么两次 为什么两次就不可以 为什么不三次 为什么不规定四次 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 你问裁判 为什么两次叫犯规 裁判也不知道啊 规则就是这个样子 规则就是这样 你说他有道理吗 为什么两次不三次啊 又好像没道理 你说他没道理吗 又有点道理 你如果说可以两次运球 我就可以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的话 那我拿着球跑不是 那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那所以规则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去了解它的用意是什么 但是你要遵守 你不遵守就玩不下去 就是这个规则 那么这就是flux 那么我们把这个存量机 用存量的定义把它写出来的话 我们应该先写cosin theta cosin theta 这个就是flux 电场的flux叫做电通量 磁场的flux叫做磁通量 随便一个场 A场的通量叫做A场 就是A场的通量 这个叫做flux OK flux 好 现在啊 我们来 因为我们通常找一个完全是平面的机会 并不是很大 通常都是曲面 那么在曲面里面 我们现在看一个曲面 如果这个曲面上 有电场的分布 那要问 穿过这个电场的总电通量是多少 你因为曲面里不能有一个总面积向量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A到一个总面积向量 没办法这么算 那我们就怎么算呢 我们就是把 还是一样 把这个面呢 把这个面分作无限多个小小的面积 基数 你任何一个面上面都有电场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是E 这个是这个地方的E 好 这个是 我们在E1好了 E2好了 好 E3 那这个面的面积向量如果是这个 DA1 这个面积向量是DA2 这个是 这个是 DA3 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每一个面积基数上的电通量基数算出来 我们就可以算 D5 1 等于E1 D1 D5 2 等于E2 D2 D2 D5 D5 3 等于E3 D3 D3 等等 因为它是个纯量 所以它的 总的 总通量 我们说 我们说 Flux 总通量 就等于D5 1 加D5 2 加D5 3 好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这些核 每一个都是无限小 无限小 有无穷多项 无穷多项 个无限小之核 就可以用积分来代表 这个积分呢 这个代表的话 你就可以在任意的一个面上面 如果它的电场是E 你在那里取的面积基数是DA的话呢 那你就全部的积分 如果这个面是S的话 S的话 那你可以在 随便的一个面上面 任意的一个面上面 假定它是E 它是E 这是E 那么 FiE就等于这个 如果是磁场的话 就是换成B 那今天就是介绍到这里 我们这个概念 观念 是一点一滴 慢慢累积的 慢慢累积 你一天积一点 一天去用一点都很容易 你不要积了一大堆 再来积 那就来不及了